直接开始今天的学研课程 先说一下市场 今天两市指数也好 个股也好 基本上就是一个扑反 这个扑反很明显 就是受到 应该这么说吧 受到北向资金 全天依然流出的这种影响 北向资金全天流出了 30多个亿 差不多34个亿 那么盘面呈现的情况 就是上证弱 创业版稍微强一点 对吧 但创业版也是冲高 上午冲高 然后下午有所回落 那么下午的这个回落呢 我先说一下情况 就是上午的 这个上午冲高 是在预期之中的 但是下午呢 有一点不太好的地方 就是下午的成交量太小了 我们来看一下 先看一下成交量 下午的成交量太小了 如果看60分钟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下午的成交量明显小 这是昨天下午的两段成交量 对吧 这是昨天下午的 这是今天下午的两段成交量 这是上海市场 那深圳市场也是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在60分钟上呢 指数还留了缺口 都留了缺口 那么正常来讲 这个缺口啊 后面应该要补掉 就是在二次回踩的时候要补 现在的问题就是 先补还是 这个继续反弹 后补 但我觉得从今天的这种市场情况来看 可能明天会迎来一次 就是明天会迎来一次比较大的分化 所以在这个位置上 如果说明天补也没什么奇怪 也没什么奇怪 或者说明天又开始回踩 然后补掉也没什么奇怪 那么即使明天不补 或者说是明天继续向上的话 那这个进入到下周也会补 或者说进入到下周也会 还有一次回踩 这个回踩呢 应该是蛮难避免的 因为在历史上就是 所谓的这种单真探底啊 就是直接单真 迷反上去的概率太小了 大部分的时候都是一个 就是 就我们讲的叫做 反弹完了以后 而不是那个 就是 呃 第一波反弹完了以后 还会有个回踩啊 那么今天 包括创一版指数 今天也留了一个 这个向上的挑衡缺口 就这个向上挑衡缺口 嗯 后面被恢复的概率也挺大的啊 这个是从 呃 指数层面上来讲 所以今天指数呢 是一个 呃 应该这么说是 大家公认的反弹 对吧 那么反弹呢 基本都是收了一个 就是 假 呃 应该说假阴线吧 对吧 就收了一个假阴线 那么假阴线的情况 就是 遇阻回落嘛 就是 技术上就是 五日均线的这个 呃 反压啊 我们来看一下深圳指 也是一样的啊 就五日 深圳指比较明显 就是受在 五日均线的反压 那么这种反压的话呢 嗯 看技术的人一看下午 成交量不够 他就会抛啊 那抛了以后呢 指数就会有这个正当回落 所以下午 大家可以看一下指数啊 指数就是 下来 然后呢 略有回升啊 就到尾盘的时候略有回升 那么这种 这种盘面呢 再加上 今天实际上成交量还行 啊 今天还行 就是我觉得 承接各方面还行 那么主要就是来自于上阵这边的落呢 就是跟北向有一定的关系 上阵连五日均线都没碰到 对吧 那当然没碰到 明天五日均线就顺势下来了 对吧 顺势下来了以后呢 这个上阵啊 这60分钟 嗯 应该这么说吧 这个60分钟上的缺口 补掉 比不补要好 比不补要好 因为 呃 我们讲了嘛 就是 如果这里真的是一个大级别的 不能说大级别 就是一个阶段性的 这个底部的话 那么这种底部呢 就是前面的反弹 就是 因为它有一个 常下影了嘛 这种下影其实代表着 昨天就有反弹了 已经有100点的反弹了 那么这个底部的反弹是什么呢 就是 呃 上来的时候不能太猛 因为太猛的话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 你刚跌下来 太猛上去以后 都会面临着这个 套牢盘的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抛压 所以最好的办法呢 就是要把这个底部结构做出来 就是 还要有一脚回踩 我这个地方 我觉得 3147.68嘛 因为昨天它已经补掉了 这个 周线上的这个缺口 大家来看一下啊 周线上这里有个缺口 对吧 那 它把这个缺口也补掉了 那么 而且留了一个很长的下影线 那么这个 这个低点呢 我觉得应该就是调整的低点 就是空间先到了 但时间不够 就是这个调整的时间不够 好 那么这个调整时间不够 怎么办呢 就是它需要有反弹 再回落 就是二次摊底 出一个次低点吧 我觉得出了一个次低点 就 相对会好一点 整个次低点出来以后 然后慢慢再往上走就好 然后呢 等到五六线再下来 能翻上去 那么再慢慢去收复修复 或者说收复 就类似于这种情况 那 一般来讲 就是 指数层面 就是一般来讲 这个指数层面上 经过了这么 就是这么大一段的 这个杀跌以后 想要 马上就 直接修复 那很难 最好的办法 就是用时间来化解 那么 我对于 我说了 最恐慌的那一段 可能过去了 后面呢 更多的就是 要看一些结构性的机会了 虽然指数也包含 有二次摊底的预期 但是这个结构性的机会 是肯定有了 就是 我讲的 今天可能是 大部分的股票板块 都是涨的 对吧 那明天开始就要分化 那么在分化的过程 当然大家可能 会看得比较清楚 哪些更强一点 哪些更弱一点 那 我先讲吧 反正 我觉得 短期呢 肯定是 疫情的线路会比较强 为什么说是 疫情的线路比较强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今天实际上 在板块方面 各股方面 我如果说板块也是一样 我们先来看一下板块 板块也是 疫情线路最强 大家可以看 新冠 这个药概念 检测 特别是检测嘛 对吧 然后辅助生殖 各种各样的这种 抗流感药 对吧 CXO 都是一样的 就是医药力最强 为什么呢 因为可能受这个香港的这个过境人员的这个影响吧 然后国内的疫情又开始不断的这个反复 对吧 对这下上海这种城市也出现了比较这个大的扩散吧 那么第一个我觉得就是不知道不知道会不会全面性的这个有新冠的检测 如果说要大家都要全员做核酸的话呢 那么先来新冠检测的这个板块 对吧 所以今天你看又有表现了 对吧 三个百分之二十 三个百分之二十 对吧 包括新冠的药 对吧 这个中国医药是做了这个辉瑞的这个代理的 所以今天就一字版了 所以新冠疫情的反反复复呢 也导致今天次场的资金去抢了先手 为什么抢先手呢 因为明天还有一天 那么大家都知道往往一个周末过了以后呢 很多事件会有所催化 所以作为先手资金来讲呢 它肯定是划算的 今天进场肯定是划算的 为什么呢 今天进了 抢了 对吧 短期里面很多地方又重新的要14天的隔离啊 等等啊 然后呢 我们看到整个新冠这个人员 的数据并没有 这个减少 或者说是清零 那么这就是为 至少为我觉得周末事件的发酵 可能又会埋下一些伏笔 那么聪明的资金呢 就是会去做这些提前量啊 就是要强在这个前面 那如果说一个 这个周末过了以后 这个甚至于有些地方事态变更严重了 那么到下周回来的时候 可能又是一个比较大的 这个爆发 又是大的爆发 那么其他呢 我觉得因为在 因为现在市场就这样嘛 因为如果有一个地方特别强 那其他地方相对就会比较弱 对吧 今天很明显开盘的时候就是要比较强 然后呢 嗯 半导体 软件也好 还是包括台湾光复也好啊 然后都很明显就是有些 因为可以说是资金的这个就是敲敲板效应嘛 然后就冲高回落啊 那从整年的角度上来讲呢 我觉得呃 医药板块更多的可能是还是事件的推动 对吧 那么 那么未来我觉得嗯 就是像类似于稳增长方向的 不管是老的基建啊 还是这个数字经济啊 都会反反复复 甚至今年一年吧 我觉得这些板块个股都不会很差啊 或者说是至少呃 不不太会让你吃药啊 就你不用担心说这个呃 今年可能在这个这些板块里面多多少少都能赚点钱啊 或者说是会做差价的你来会做就可以 对吧 一个是老的基建 一个是这个这个叫这个数字经济这一块 对吧 我像最近这两天嘛呃 老的基建里面新疆交建对吧 还有一个这个北方国际啊 都是连板啊 就是轮流的在场 那么我相信他们也会带啊 就是会带这个节奏啊 大的那些可能呃 中国交建啊之类的比较大的啊 这些这些最近没这么表现啊 没什么表现呢 我觉得跟嗯整个机构的资金是有点关系的 因为机构资金也是看这些外资对吧 外资不断的撤退 或者说外资这个 嗯 怎么说就是 在A股当中不断的这个减仓嘛 因为其实昨天我们没有课嘛 在其他地方也讲了 昨天其实很明显盘中这个低点打出来的时候啊 其实就是把这个呃 点燃了那个叫程序化的资损盘跟就这个低点嘛 一下子砸下去了嘛对吧 就一下子砸下去了就是这样 你看底部就是放量了 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触发了这个融资盘跟这个呃 呃程序化交易的这个资损盘 有点像这个虽然没那么严重啊就有点像加这个就是就是呃 呃做空那个当时这个前两天在捏的这个上面对吧 就是呃做空青山股份的青山集团的这个方式是一样的 就是只是他们更明昂张胆吧 就是爆了这个多单对吧 捏的多单 然后呢我们这个 这块呢实际上就是在固执期货上呃外资拼命的开空弹啊 然后呢砸现火开空弹就是造成这种情况对吧 那么呃好在昨天反正其实真正出力的 我觉得昨天啊其实真正出力的还是偏市场的资金 就是油资的方向或者说是偏市场的力量拉的 其实昨天嗯权重表现的并不好 那今天我们看到情况也是一样 今天权重表现的并不好 所以上海整个整个上海市场的指数涨的少啊 权重表现的并不好 大家可以看啊对吧 那石油这种文就不说了 主要就是保险啊 因为你看权重主要是看保险啊 银行权商嘛权商查啊 这个权商 证券啊 证券还是绿的对吧 我说了市场要想保持非常好的这种状态 就是嗯很多个股都是涨的 赚钱相应非常好 券商板块的涨幅要超过1.5 那只有早上冲了一下 然后一路下来 那么你看啊券商 大家反正以后看盘的时候就自己去看 券商板块只要一路下来了 那基本就是你就知道了下午就市场的赚钱相应会很差 然后呢你千万不要去追高 你下午一追高就完了 基本上就要逃你了 第二天一低开就逃你了 对吧 所以呢这就是情绪 如果呢 券商板块顶在上面 你就放心 赚钱相应肯定好了 对吧 甚至明天还会有一家 所以凡大家就去看 这个结果就好了 因为第一个 金融板块不动 你要像指数拉过3300点以上 那基本没什么可能性 它变成了一个等于说负能量的对冲 同时呢我们要看证券板块 就券商板块 券商板块因为它是引领整个市场情绪的 我说的意思就是 闪户也是一样的 因为券商涨了 大家觉得挺好 对吧 就是引领市场情绪的 反过来券商差 那你市场的情绪 就是整个市场情绪好不到哪里去 所以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 比如说 这个 这个情绪指标 对吧 情绪指标今天最高的时候怼到这里了 对吧 怼到这里了 然后尾盘的时候有右手回落的 对吧 最高时候怼到这里 然后下午是回落的 是吧 早上的时候 我看了下跌的加速 最好的时候 这200 200多家下跌 对吧 好像是 那么到售盘的时候 你看有将近1000家下跌了 就这个情况 下午很多的股票就是回落了 就早上抛掉以后 下午就没人接了 对吧 没人接就会造成这种局面 当然今天指数的下跌 还有一个原因 就跟港股那边是有很大关系的 所以中午的五评我也写了 今天在这个 这个 就是中午是拉到高点的时候 当然分时上市有一定的顶背力的 大家可以看 那中午的时候 实际上港股已经开始跌了 就是港股往下走了 特别是港股的恒生科技股指数 从早上涨到翻率 对吧 然后呢 阿里巴巴 腾讯 腾讯控股 这些 这个大家而树能详的 这个互联网公司 就是 都是从上涨到翻率 那么这个肯定是对科技股有影响的 或者说对我们这边的科技股有影响 然后呢 下午就是悄悄办 大家看一开盘下午的时候 就是医药股猛充啊 就是那些这个新冠疫情概念的股猛充 然后呢 比如说半导地板块啊 芯片这些就往下落 你看 芯片之类的就往下落 我举例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吧 明显吧 非常明显 一路下来 那么包括软件类的也是一样 那国产软件 大家可以看一下 也是 都是一路的下跌 然后冬数西算啊 这些都是变成泛率的 早上都还挺强的 那这个就是 整个市场受到的一些影响 一个是我觉得外力 另外一个呢 就是肛股的影响 第三个呢 实际上就是疫情 这个我说的外力呢 就是跟外资有一定的关系 然后呢 还有呢 就是国内的新冠疫情的情况 因为大家在吃不准的前提下 对吧 就是你不知道斯坦虎最后 最终会怎么发展的情况下 那么现在 去这个 往这个方向去靠 就是往新冠疫情这条路线去靠 是最安全的 对吧 那 这里我再讲一个吧 其实今天这个板块还是不错的 不是不正确 就是新元赛道的上游 包括浮化工啊 草甘林啊 啊 零化工啊 其实都是还是不错的啊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跟 包括纳电池啊 锂电池啊 对吧 这些锂啊 都有都有一定的反击 都有一定的反击 呃 这个 太阳能光伏的BIPV 昨天就BIPV这个板块 昨天就有表现对吧 然后今天是调空 呃 这个 预加股份是没有封住掌平啊 但实际上他已经 因为位置比较低嘛 已经表态 很多像东方日升这种呢 也是继续的涨涨 因为东方日升有点想走 走这种趋势了 对吧 嗯 然后呢 这个双凉节能嘛 这些啊 都是这个又要想前高冲了 那呃 我 在之前的这个 那讲的就是反弹的方向当中 我比较看好 就新能源赛倒当中 比较看好 就光伏 因为我觉得光伏是 嗯 怎么说 就是一方面是整个欧盟 那可能也会因为能源的问题 而对这个 就是 就传统能源的问题啊 对新能源这一块有 新的这种 就是预期对吧 那国内这块呢 因为一期的风光 嗯 大基地呢 需要尽快的这个投产落实 啊 那么再加上今天这个光伏的 装机器也放在那里 所以相比较一样 如果新能源赛倒跌得多的 那么光伏的 这个反弹的空间也好 或者说反弹的 逻辑也好 是相对比较正的 那么当然光伏里面还包含了 绿电啊 等等这些对吧 还还上风能啊 就是反正就放在 放到一起了啊 就是还有一个呢 就是 这个轻能源 对吧 这个轻能源呢 我觉得海外的市场也会推广啊 就是这种情况 那么 讲到这块呢 就是刚刚收到一个消息啊 就是 我不知道国内的一些机构 会不会因此而在短期里面 又会对于上涨的新能源板块 做一些抛售 所以明天是一个很关键的点 如果明天新能源板块又出现了 比较大的回撤 那大家小心一点 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高盛出的一篇文章 高盛出的一篇文章呢 就是 讲到 就是特别是欧盟嘛 欧洲的各大国家 那么将 这个 重新启动煤炭 这个 传统能源 对吧 然后呢 对于 这个 就是我们说 碳排放这块东西呢 就是 短期可能 不一定会 完完全全的实施 就是碳排放的要求 不一定完完全全的实施 那么更多的是为了保障他们眼下 因为能源涨价 能源紧缺的情况 对吧 就是为了 维护自己的这个利益嘛 所以这个 高盛的这篇东西 其实就昨天晚上就出了 那么现在 不是很清楚 说国内的一些机构 会怎么去看这个事情 如果说 欧洲方面 单方面退出这个 就我们讲的 碳中和协议的话 那也会比较麻烦嘛 那当然算是一个利空了 对吧 但现在到底怎么样 不知道 但是我们 我们国内的一些机构呢 有个老毛病 什么老毛病 就是喜欢自己没本事 然后喜欢跪舔别人 真的 你看高盛在两年 不知道坑了多少中国的企业 包括中国的金融企业 对吧 就坏事都是他们做的 然后让你们签对赌协议 然后这个 这个 呃 之前的一些 这个我们说 原油期货啊等等 对吧 都是这样的 你跟他签对赌协议 然后呢 他就是坑你 那 反正我对这种海外的 这个华尔街的大行 是没有任何的好的印象 对吧 往往就是在高位的时候给你更好的看多的报告 在低位的时候给你更多的看空报告 最后呢 看一下就是新能源板块会不会出现这种负反馈啊 呃 另外呢 从 嗯 就是板块的逻辑上来讲呢 我觉得 没问题 就板块逻辑没问题 关键是看 国内机构是不是又再次的内选 我为什么说板块逻辑没问题 因为你政策这块 是要落实下去的 特别是 一期的这个 风光大基地的这个 就是投入 跟生产 对吧 就是 要 按部就班的进行 那么再加上今年我们的管理层也讲得很清楚了 啊 虽然不搞那种月经式的 就是 方式的这种就是 呃 碳中和的这个治理 对吧 但是 呃 整个碳中和的 我们讲的这个预期的目标 还是要一步一步 这个扎实的去实行 所以 板块也好 我觉得政策面也好 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啊 之前的上涨更多的 我觉得就是 涨不太多了 估值比较高 对吧 然后杀下来了以后呢 今年 光伏这块 其实 本质上 行业的需求跟景气度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啊 所以在这里呢 我就说一下 就是 呃 反正明天嘛 用星期五嘛 大家要 这个特别留意一下 嗯 呃 尽量看一下 光伏这块是不是有什么复反汇 或者新能源沙道有什么复反汇啊 那所谓的复反汇是什么呢 就这里不是有个调控缺口今天上来了吗 从高回落嘛 那明天直接就补掉 甚至于明天带跳红缺口的补掉 那这个就短期就不不好了 对吧 所以就是看一下啊 就是我 因为技术上呢 当然你马上继续往上冲呢 也会碰到压力 那么 这个强雨落 其实明天一看就能看得出来 对吧 所以看一下再再决定啊 呃 现在我个人也没没办法说一定是好或者是不好 对吧 这个是从呃板块的呃情况上来讲 那么 石油然后天然气对吧 这个包括黄金啊等等这些 因为石油昨天大跌嘛 呃 所以我们看到包括石油板块 呃 今天也是调整啊 那么石油我说一下 呃 之前包括石油包括大宗最近包括涅对吧 都是跌的啊 涅的 反正清商这个集团这个事情呢 应该是有效能够解决了 因为为什么呢 呃 动用了国储来做现货交割嘛 对吧 就是你本身 二十万吨的这个 涅的这个空单开载本来是由额涅来 这个作为一个后盾的 结果额涅被他们贴出 提出了这个交易所对吧 那么 呃 印尼的这个涅矿呢 又不符合交易的标准 所以 呃 动用国储啊 那么国储如果能够让他冲击到 现在应该是没问题了嘛 对吧 就是他能够做现货的交割了 因为你只要拿得出现货交割 那么就你反而受损的并不是这个青山集团了 对吧 那我反正给你嘛 因为你先炒的那么高的价格 那我可以给你现货就行了 我得卖掉了嘛 对吧 我给你现货就好了 所以嗯 家能可可能是这个最后应该会有交易所出面 交易所出面啊 把这个事情给平息掉 对吧 因为这种实际上很明显的嘛 这个就是恶意的炒 就是恶意的这个就是呃 就是怎么说就是挤兑嘛 对吧 然后呃 因为看到了你的漏洞 就有点像因为你嗯 淘宝的这个食物嘛 没有了 对吧 那么他就拼命的拉嘛 像这个拉宝空头空头的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淘宝单嘛 那么这种行为呢 实际上就是有点像明目张胆的这个操纵啊 对吧 我作为交易所的 在作为交易所的话停掉 所有的交易对吧 包括一些之前的这个单子实际上是对的啊 那么这个反正我觉得跟我们嗯 炒股票肯定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对吧 更多的是场外的一些情绪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因素 那么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讲了 包括我在公众号上写了就是大宗商品的见顶日 就见顶的时候其实就是A股的见底的时候 或者说A股要开始底部这个展开修复了啊 为什么因为大宗商品如果是高高在上的话 其实对于任何一个国际上的任何一个市场 其实都是不利的对吧 因为这个就加不断加剧通胀 那通胀之下对于中下游的企业来讲 就是一个我们讲的绝对的利空 包括企业的业绩啊 那那个时候你怎么可能指望市场会好呢 对吧就是投资市场会好了肯定是不好的嘛 对吧那么现在只要缓和了就是我们讲的大宗商品 只要缓和那么就会给A股的反弹带来传息的时间 包括有一定的空间 2011年到2013年时间为什么A股一直是不好 所以就很大的原因就是大家可以看看当时油价 油价就为90美金以上油价很高 所以呢整个企业的盈利都是很差 对吧那你等于企业盈利差 那就导致了市场肯定不会好 那而且2011年跟这个2011年到2013年啊 整个大市场的大环境现在不太一样啊 为什么有些大物意就是说 这都是百年百年难遇的这个股灾要来了什么什么 但我觉得就现在的位置啊 不会发生股灾啊 就大家也不用去听他们讲啊 所谓的股灾如果你现在是六千点五千点 那有可能你一下子跌到两千多点 那是要股灾了对吧 那现在不会的呀 现在你怎么弄啊对吧 三千多点你再干掉一千点 你跌到两千点你问问管理成型啊 对吧肯定不可能的嘛 那这个就是市场本身大环境不一样 但是这次呢 也有本身的一些原因 我觉得因为新冠疫情 全球新冠疫情的关系啊 导致供需错培货币的政策不一样 对吧 那么这就会导致说 整个上游原材料大涨 包括俄罗斯跟乌克兰事件的冲突 又变成了这个就 我们说火上浇油的事情 对吧 那就会导致这个 就是我们讲的 上游的产品虽然涨 但是下游的需求一点点都没有增加 对吧 就是不是因为我需求增加 那就会直接导致衰退期的快速来临 以及这个我们说 非常严重的 接下来就是非常严重的智障 所以美联储很快进入到加息 这个是对的 本身就是对的 那么 反正从整个资本市场的角度上来讲 反正大家盯着大众商品就好 大众商品如果出现回落震荡 就是回落震荡 那我觉得对市场的反弹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基础 不然的话 这种反弹的基础都没有 可能一直是落实 那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 我不知道对不对啊 反正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历史上啊 就是有好几次 就是我们讲的这种叫 季线 大家可以看 这是季线吗 对吧 季线的一些 调整的长的下影线 后面都是有反弹的 这个也是 对吧 都会有反弹的 就是有过反弹的 这个一段 这个一段 那么 现在又是这样 季线又是一个比较 长的下影线 那么这种长的下影线呢 我只能说不好说 为什么不好说呢 我看一下 有一年是失败的 就是2018年是失败的 季线的长下影线以后 因为要等到这个季线出来以后 然后后面又跌了 对吧 但当时的环境就是更差 今年来讲呢 我估计可能这根 季线的长下影 也有失败的可能性 因为这波反弹完了以后啊 就是这里我觉得会有反弹 反弹完了以后后面 进入到三季度以后啊 整个市场还会面临考验 一方面呢 我觉得美联储的加息 它可能就加一次吧 对吧 就是今年后面还会加息 然后呢 呃 大宗商品这块可能还有反复 甚至于到了后面 就是加息的 呃 加息的 中期之前 整个大宗商品应该还是会处在一个相对 就是我们讲的呃 高位 在高位盘旋啊 或者说是 甚至于是到这方面还是长的 那么进入到加息的下半段 就是下半年 对吧 三季度以后 那么整个大宗商品就会出现回落 那如果大宗商品回落的话 保不起也会带着市场 一起再往下砸一次 啊 所以这个位置上 我觉得上半年的低点可能就在这里 但下半年 有可能会砸穿的啊 下半年有可能会砸穿 也就下半年如果再砸穿一次 那基本就好了 那就会为明年的行情 这个打下基础了 对吧 然后呢 我们从年线的角度上来讲 也是一样 如果年线啊 我这么说 如果年线留下了比较长的向益线 就是在年线这个比较长的向益线 那明年就可能往上走 明年往上走 因为大家可以看这个 A股的历史上啊 A股的历史上 大家可以去看看这种年K线啊 基本上 除了就是开年的95点这个上涨 对吧 就不算 很少有超过三年能够上涨的 一般都是两年 对吧 以前呢 这个是快牛嘛 都是两年 两年 然后两年 对吧 这里也是两年 两年 对吧 那么这次的三年呢 从指数层面上来讲 因为它长得少 对吧 不像这个地方指数长得多 那么 也难逃嘛 就这个结果嘛 就是你想嘛 你已经长了三年了 那你肯定要 调整了一年嘛 对吧 当然 A股也是一样的 调整年份呢 也很少 有超过 就是不会超过两年 对吧 那么这个要看 如果今年的下影线够长 那就是一年就完成了 调整 所以我觉得今年只要调完 明年一年 能看好 能看好 那么之前比如说调整的时间 比较强 比较强 又是这两年 那主要就是它 在过去的一年里面 涨得比较多 就指数涨得比较多 对吧 这是大家可以看 就2019年的时候是 调了两年 主要是 涨得比较多 后来你看都是一年 涨一年 对吧 这个调整的时候 都是一年 一年的界限 那么我觉得后面也是一样 这个今年调完以后 从年 年K线上来讲 调完以后 也是可以 在明年能够有比较好的收获 这是板块跟指数方面 我就跟大家说一下 那么指数反正 如果你觉得不安全的话 对吧 今天我已经说了 就是 这个预付五日均线 收量的话 你就可以逐步抛 特别强的 你放到明天抛 今天相对弱的 你就今天抛一点 对吧 就特别是 昨天进去抄底的 或者说做差价 今天没有什么差价 因为很多股票 早上就高开冲高 也来不及做的 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 你抛掉 高开冲高抛掉 是对的 那么这个后面 第二次回财的时候 你再买回来 也是可以的 这个是从 这个板块来讲 那么 今天包括您的时代 我来说一下 您的时代也是一样 对吧 您的时代 就达到了五百块 这个位置 那当然就冲高回落 因为之前 它是在五百块以下买 你能享受到 五百五十块左右的 这个 这个这个利润 对吧 那后来呢 因为破了这个位置 破了这个位置 回到四百五十块钱 这个区间 那么四百五十块区间 到五百块 又是一个 又是一个 获利区间 所以就是这样 对吧 就是我说了 你可以做 你也可以不做 把它当做观察 那到了以后呢 一般就是 您的时代到了 这个五百块钱以上 你要小心了 对吧 基本上可能就是 这一半期的 翻唱高点 这个就是 从 大的这个板块来 板块来讲 那么还有呢 就是 外人医疗 今天也是涨的 还有呢 就是东方财富 对吧 那么这些都是一些 权重的 所以今天 为什么创业版 表现的相对好一点 都是这样 但现在来讲 它们都是一个 今天冲高的回落 所以 整体来讲 创业版的 这个权重不强 那么后面 这波反弹 我再说一下 把指数再说一下 原则上后面 这波反弹 创业版指数的反弹 空间可能要比 主板强 要比主板强 因为它跌得多 那么跌得多 再说它是 有些弹性票的 再加上一些 创业版权重票的 所以有可能 真正反弹的时候 只要权重票 能够 这个跟 市场同步反弹的话呢 原则上就 创业版指数的 涨幅会比 上升指数来的大一点 好吧 那么 板块再说一下 量酒板块 最近走得比较好 不管是这个茅台 什么 它实际上是 提前指跌 提前指跌 交配这块 就茅台是提前指跌 但是呢 涨完了以后 就是我们讲的 叫涨完了以后 大家就要小心了 就不是 这个 就是 反弹到一定的水平 它很有可能 二次回落的时候 量酒板块也会跌 也会跌的 因为它弹上去了 遇到压力了 或者说是在缺口这里了 都有可能再次回产 好 个股呢 我大概说一下 个股 今天实际上个股还可以吧 对吧 有90几只涨停板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翻开来 涨户前面的基本都是那些 这个叫 这个医药类的 或者说是这个 这个叫 光伏之类的 这些品种 对吧 就是大部分都是医药类的 为主的 然后还有一些可能 三胎概念等等 就是前面炒过的 那么今天反正就是医药包场 基本上上面都是医药包场 连这个军事胜物都涨10%对吧 差点把前面那个跳红缺口补掉 甚至于明天应该还能少 感觉至少到下周初吧 这种医药类的股票 应该还会反复活跃 主要就是国内疫情的反复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 然后呢 我们要防的是什么呢 就是市场的二次回产 二次回产呢 其实大家看我公众号的时候 写了有些穿越的股票 但是有些股票今天已经开始 跌停了 这高标股跌停了 对吧 那么还有几家还是很强的 一家是这个跌停了 对吧 那么最强的应该是这个 就是中路 中路还在一字板穿越 那么也就是意味着什么呢 等到中路 这种我觉得也会 就是在 就是在怎么说 就是市场第一次见底的时候 它反弹的时候 这种股票很有可能是很强的 就是强更强它穿越 等到你二次探底的时候呢 这里的股票有可能要 什么 要补跌了 对吧 这是一个 还有 这个 这个 还有一个叫 和 中国 对吧 和付中国 和付中国 对吧 和付中国也是很强的 但是今天也 也是 没有说 直接 这个 就是 上去 那么这个股票呢 理论上应该是蛮强的 我觉得这股票 我倒还蛮看好 理论上蛮强的 就明天看怎么调 对吧 最终它能够在五六均线上 站住的话 那肯定还好 下手还会反扑 这是一个 因为它本身也是 医药流通嘛 还有呢 是那个叫 2761的 这个 浙江舰头 一直也是在穿越 一直在穿越 就是建筑类的 他们还是很强的 那么 就是 有几个 这个其实也蛮强的 今天还唱了个新高 但是新高以后就 一路下来 因为这个是东树西算 下午就 下来 那么这些穿越的股票 就是我 我大概说一下 这一类的这个穿越的股票 那到下周的时候 就是到了下周的时候 我觉得都会 慢慢慢慢的 就你看这个是 叫什么 今天的跌停的 对吧 那么到了下周以后呢 这类的股票 我觉得会 有的就开始要 见顶了 就是二次回踩的时候 有可能见顶 那么他们的见顶呢 其实我觉得很好事情 因为最终他们见顶了以后呢 才能让市场 在二次回踩以后 就只说在二次回踩 有新的一些板块 或者新的热点出来 或者底部的一些东西出来 对吧 所以这个是 跟大家说一下 那么 石油开采这块呢 还是可以关注 准油 准油呢 嗯 就是石油肯定 还会有反复 那么准油就是 什么时候等它起稳吧 我觉得 等它起稳 因为这个也是龙头嘛 那么这种龙头呢 就是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你这天买 你是可以做到一次 破五反五 对吧 然后第二天跑 然后现在又跌回去了 那么跌回去很简单 什么时候起稳 你在什么时候 再去搞一下 很有可能 还能干一个涨并板 因为这种股票 是有记忆的 是有记忆的 为什么说有记忆呢 那更多的可能就是市场的 短线的这些资金啊 就是 真要去再拉石油的时候 或者石油哪天反弹 再拉一波的时候 它会记得这个股票 以前都是涨并板 缺点是什么呢 缺点是3月16号 有解禁 有解禁 所以这个是要跟大家说一下的 就是 如果是因为有解禁 资金不愿意去拉 或者说继续往下沉 那就放弃了 就不要去做了 对吧 这个 解禁这个东西 肯定是没什么好的 那么还有呢 就是冬树细算的 对吧 像一米康这种呢 你会发现 它就是一根阴险 一根阳险 一根阴险 一根阳险 如果 我在这里说一下 如果它依然保持 一阴一阳 一阴一阳 那就没事 阴险买 阳险跑 对吧 然后还有个叫 这个美丽云的 也是这样 一阴一阳 就没事 因为它上面 整个形态都没破坏 都没事 那么直到什么呢 如果它出现联姻了 那你就要离场了 所以就是你最后 那次买错了 它出现联姻了 你也得离场 我个人感觉反正 这个应该是没做完 正常来讲呢 到下周 就是明天不一定 明天有可能是个买点 但不一定是一个 很好的赚钱点 因为明天大家的 这个注意力啊 就整个的注意力啊 可能还是在 就是新冠疫情这一块 对吧 因为为了拨周末的这种 可能事件的催化 但是真的是 周末事件催化了 可能到下周一的时候 医药股又是个兑现点 医药股兑现点的时候呢 可能又去拉 冬苏西算这种东西 所以它就是一个 悄悄板的情况 对吧 现在东苏西算这一块呢 等于说留了个活口 就是黑牡丹 黑牡丹还是很强的 对吧 留了个活口 要10%的嘛 它这个二波 确实它走得最强 走得最强 那么既然有活口留在那里 那我觉得只是说 短期可能就是一个资金的 翘翘板的情况嘛 然后呢 后面应该还会反复 那包括 你看这今天旅游板块也是一样的 我说一下那个叫国旅联合吧 国旅联合今天最高的时候涨停了 然后尾盘砸下来 为什么砸下来呢 其实旅游板块后面的预期还是在的 那为什么短期砸下来呢 因为很简单 人口人又不能流动了呀 各个地方又是这个疫情了呀 所以就是短暂情绪嘛 那疫情是会好一点了 可能他们又活跃了 对吧 所以就是一个一个一个 就是你怎么去做这个所谓 所谓的情绪的这个节奏 如果你做得好 那当然是最好 那反正我觉得医药类的股票 明天问题不大 整体我觉得明天问题不大 下一个兑现点应该就是 如果你手里有医药股的 下一个兑现点 就是跟新冠疫情相关的 或者说是你就是做个反弹的 那么下一个兑现点应该就是下周初 就下周初 好吧 这个就是跟大家说一下 那么至于军工也好 半导体也好 这些更多的可能就是在 没有特别大的外力的情况下 他们还是能够寻规导矩的去反弹 其实今天这个上午的时候啊 就军工板块 大家可以看一度反弹的力度 还是很大的 对吧 上午的时候反弹力度还是很大的 然后是碰了五六均下来 那么军工板块呢 就像大盘一样 它基本上还是一致的 基本跟大盘一致的 也就是说 它的这个反弹线路 也使得反弹预阻 可能要回踩 回踩以后再上 超跌是百分之百的 这个不用讲了 就整个板块超跌是百分之百的 后面肯定会有反弹 那么一般来讲 就这一波的反弹 我是这么看 因为就像你 就是一下子跌了那么多 你要指望它V型反弹 不可能 它总要有个修复的过程 对吧 而且需要有个人气 这个叫做 慢慢的这个就恢复的过程 再加上呢 还有一个节点 虽然我觉得这个美联储的加息 已经不再是一个什么 就是能触发什么 这个更大不确定性的这个因素了 但是呢 你得过了那个时间点 就是你等它加息加完 加完可能就是一个靴子落地 我们A股呢 往往喜欢靴子落地 而不喜欢有一件事情 悬在头上 对吧 然后靴子落地了以后呢 可能就是 那个时候二次探地也完成了 就指数到二次 因为就在下周嘛 指数到二次探地也完成了 然后慢慢慢慢就开始修复 我个人还是看好 就是这个最晚吧 我觉得就是三月 这个三月底吧 对吧 那因为如果 这里的一波反弹比较猛的 那到了这个三月的 这个月末的时候 可能也会有回踩 反正就是那个回踩结构 肯定要有 那最晚吧 我觉得三月末 然后市场要正式启动反弹 整个反弹呢 至少要到五月份 至少要到五月份 五月份完了以后呢 就是 也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公众号上也写了 对吧 那五月份完了以后呢 建议大家就是 剪场 就是能剪的就剪出来 然后呢 耐心等下一次的 这个进场的机会 至于这个科商版 这个情况呢 就是科商版有点像 2012年的创业版 所以短期反正也会有反弹 反弹完了以后 你可能真正的机会 要到三季度以后 甚至可能第一点出在四季度 都有可能的 那么真的出来了 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配套 一个是高松转 一个是这个降门槛 反正这两个东西 你要符合一个 对吧 你不符合任何一块呢 你指望科商版走 牛市不现实 那科商版的牛市是 肯定有的 因为 A股很有意思 每一轮下跌以后 比如说 2018年以后 对吧 就是2018年不是下跌 完了以后呢 那么2019年的时候呢 是核心资产 20 就是 然后是 2019年到2020年 差不多就是核心资产 对吧 当时的核心资产 然后 这个2020年到2021年呢 是什么呢 就是新能源赛道 然后 这经过两年嘛 就等于两波炒作 那么 第一波炒作 其实涨的就是上阵武林 对吧 以上阵武林为首的 第二波炒作 其实涨的就是创业版 创业版 就是创武林吧 对吧 那么这两个指数都涨过 涨过了 那然后呢 这个 你比如说今年是跌的 对吧 哪怕是复制2018年 那么复制完了以后 到明年的时候 你又要涨了 那涨了 什么东西来涨呢 他也会有个临障指数的 对吧 那么现在已经没有中小版了 创业版也涨过了 创业版我觉得 嗯 后面两年都不用看了 今年跟明年都不用看了 为什么 这么大级别的牛市头部已经出来了以后 然后这里是调整完了以后 慢慢修复 就不用去看 很快就能出现牛市了 对吧 那么你只要有个指数来领了 对吧 那么那个指数是什么呢 我觉得 今年如果全面注册制的推行 对吧 然后全面注册制的推行呢 因为最先实行 这个最先实行注册制的就是客创版了 如果现在全市场都是注册制了 最先实现的就是客创版 但是在注册制的环境下 实际上 这个第一波涨得最好的是创业版 而并不是客创版 而客创版又是第一个实习 就有点像就是 拿它来当试验田 做的这个 这个全面注册制的板块 我觉得轮也要轮到它 进牛市 所以 契机可能是在明年 契机可能是在明年 因为今年等 等了全面注册制落地以后 有可能门槛是会放开的 好吧 那其他就不跟大家讲了 因为 这个 短期一两天走势很难讲 你说那明天你再反弹一下 也可以 都要到下周去回彩 明天直接回彩也可以 一方面我觉得 外部也 外部原因也有 比如说今天晚上 欧美股市回调了一下 那明天有可能我们就 直接回彩了 都要也回彩了 那 反正买股你就记得 就是我说的 医药板块 就是新冠疫情板块 肯定是到下周出彩有 卖点吧 就是明天也没什么事 明天甚至早上还有回落的话 还能低息 对吧 这个 可能东速西算的题材 你看明天如果继续调整 明天尾盘可能是一个好机会 然后你博的就是周一的 板块切换 博的就板块切换 包括一个是东速西算 就是数字经济概念 另外一个就是来自于这个基建 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 所以就是跌的时候去买 那么军工板块现在还比较弱 可能不是一个最好的 就是军工跟半导体 可能短期来讲还是半导体强 还是半导体板块强 半导体板块呢 像这个 这个什么 就是类似像这种 交通电子之类的呢 其实还是蛮强的 因为虽然今天调整啊 但是本身他就是属在长红区当中 也是做材料的 那么一旦轮到这个 他 他这个就是板块涨了 这些股票都会涨 好吧 还有个什么我要跟大家讲 一下这些股票都会涨 下次记不起来了 嗯 讲一下啊 这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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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导体板块 嗯 嗯 还有一个是什么 我看一下 嗯 嗯 还有那个就是汽车电子这块 就是大家可能都比较期待 我觉得现在汽车电子上半年的这个反弹啊 也不会强到哪里去 就整个汽车电子的反弹 可能也不会强到哪里去 就是上半年可能 更好的 如果说从科技的角度上来讲 呃 一个是消费电子 一个是汽车电子 可能都会弱于 呃 半导体跟 这个叫做数字经济概念啊 所以这个可能大家就是做一个呃 交易的呃 呃 就是优胜劣胎吧 这个这个就是整个市场 环境造成的啊 并不是这个呃 某一个板块好或者不好 因为5G商用都没有正式落地的话 你要指望 新的汽车的这个智能端能够有很好的渗透 也不现实 这也是为什么最近 这个机构 减得很厉害 就是汽车类的 包括汽配啊 这个呃 还有一些这个就是 汽车电子的股票啊 之前的这个什么 300496的这个 这个货上达啊 对吧 就跌得很厉害 其实就这个道理啊 因为他们可能觉得 今年没有什么更好的催化 那就看谁先跑嘛 就谁先砸嘛 对吧 那就能砸就砸掉了嘛 所以这个你要指望很快 短期修复也比较难 那么我们也看到实际上 呃 现在呃 比较奇葩的事情啊 反正就是 以前都是每一季度公布 季报 现在公布月报了 那为什么要公布月报呢 就是实际上就是有点像 呃 空头喊话嘛 就是 哎呀 我这个 我这个 呃 业绩蛮好的呀 啊 这个 嗯 就你们不要跌了 对吧 或者说是 那大家可以想想嘛 不管是茅台也好 包括今天大涨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 邀明康德也好 对吧 差点涨停了 邀明康德昨天不是 公告了这个月报吗 而且这个业绩很好啊 在手订单也很好啊 对吧 那你想想 这种股票又不是散户砸的了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 明白我说的意思啊 散户能砸得下去吗 要不就是外资 要不就是内资嘛 对吧 就是我们讲的机构嘛 这些都是机构的标 标配品种呀 那他们为什么要砸啊 我不相信他们的调研能力 不知道这个 邀明康德前两个月的业绩怎么样 你去调研嘛 你说定调 那肯定会跟你讲的呀 对吧 那为什么砸呢 明明知道业绩还是好了 那为什么砸呢 然后现在去喊喊口号 拎起来反弹 反弹这个就是 没用的呀 你反上去了 你看还会 最后还会被有资金砸下来的 因为为什么 今年就是机构的小年 没有更多的增量资金 对吧 基金发不出来 大家想的就是谁先跑的款 我先跑掉 我占优 对吧 我禁止占优 你后跑 你就倒霉 谁就是这种情况 茅台也好啊 这个 邀明康德也好 还有其他的一些 对吧 这个关键我觉得 可能管理成员给 上市公司 或者交易所给上市公司打电话 对吧 创工知道 你们有什么利好呢 赶紧发一发 对吧 其实我觉得 就是形式主义 大过这种真正的实质性的利好 对吧 A股这么多年来 因为是融资市的关系 就融资市场的关系 在投资这块 整个的政策的配套 还是不太完善 所以才会造成这种局面 对吧 然后砸下去了 就比较慌 各种各样的情况来 我相信 这波的下跌 像昨天这种下跌 那支机构应该不会是 砸盘的这个主要推手 可能还是外资吧 对吧 砸了以后呢 就触发了程序化的这种 跟融资盘的这种双双的 领引爆点吧 才会出现这种 长下引线吧 对吧 因为如果真的机构 昨天也砸的话 那就直接就下去了 好吧 那重要的反正 提示呢 我都讲了 对吧 没有讲到的那些板块 什么的 短期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的机会 至少是 他们可能跟着 会跟着指数是一样的 指数涨的时候 他们也涨涨 指数不涨了 或者说指数震荡的时候 就是分化 真正今年能够 可能赚钱的 没有 没有什么太好的 这种结构性的机会 就板块可能 确定性都不高 对吧 就是我说的几个方向 还有点确定性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今年是机构的小年 今年是投机的大年 如果你想做交易 尽量是投机 投机是相对比较好的 那么可能每一个月都会有腰股 每一个月都会有牛股 你不信看 肯定是这样的 每个月都有牛股的 那么就是看 大家的把握能力了 对吧 就是你能不能围绕这些东西 去做一些交易 当然你不一定做到最牛的 可能是有些 我这么说吧 大家可以看看 你看牛不牛 同样酿酒板块 金种子酒 牛不牛 大家可以看 牛吧 很牛吧 对吧 所以 就是你能够看到 那么我说一下 就是纯技术上 我说一下 很简单 一个板块 你拉出来以后 你就看 这个板块里面 哪个股票最强 你看它是在 大盘调整的时候 它都不调的 就不是不调 就是都是平台震荡的 那显然意见 它是板块里面最好的 那么只要 大盘也好 它啪啪就上去了 对吧 那你们也是一样 就你找股票的时候 你想要找这个股票 一个是比如说 这个板块还行的 对吧 哪怕动书西山 哪怕这个数据中心 这些对吧 或者说基建里面 你就去看 最好的这种品种 换说好 对吧 这个大涨小回的 那么 你就盯着它做 你就盯着它做 都是这样的 其实是包括 今天跌停的吉祥 也是一样的 对吧 那前面它就一直 是这样走的 很强 对吧 都是很强的 那么你就 冒着这种股票去做 像还有像这个 D100277的 这个也是做这个 这个叫什么 节能的 对吧 光复节能的 你看也是很强的 大盘调的时候 它基本没怎么样 就都能逆势回来 那就很强 今天最高的时候 也涨停了 对吧 所以就 那大家就明白了 就是一个军线多头排列 趋势向上了 那么这种品种 在某一个板块里面 你发现了 对吧 比如说 哎呦 做光伏要做什么 你发现了 它就是你的重点 就至少不会让你吃药 那么同一个板块 可能股票会分化的 非常的厉害 就是有好的有不好的 那从投机的角度上来讲 你一定要去找那个好的 今年 机构重仓的品种 日子都不太好过了 那反过来 不是机构重仓的品种 如果你看到图形 都是很好的 那就是像中路啊 这种图形的 对吧 中路股份这种图形的 这个 呃 那我们像像这种叫什么 机构股份这种图形的 那么多数能够让你赚钱 能够让你赚钱 好吧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就这么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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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